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核二场二号机重启一天就跳机,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的前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左脸书贴文通级台电现在不是讲干话的时候,他今天受访表示,核二重启或再涨是很严肃的一题,绝对不能发声跳机却没有答案,台电说一些有的没的毫无意义。 影响民众网络报告,且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把核安做好最重要。 针对外界质疑侯友宜的轨道建设及都市更新政见是延续新北市长朱立伦政策毫无新意,侯友宜表示,轨道建设和都市更新最重要的就是让他走得通,做得好,很多政策不止延续,更要做好和更有执行效率。 此外,媒体再度问及绿营公布侯友宜领先苏贞昌,赖清德等人选的民调,侯友宜表示,对手做的民调有很多策略及考量,正如他曾说过的,把你捧得高高,让你摔得更凄惨,强调民调只是参考,认真做事比较重要。 当内对手前台北县长周锡伟今天早上到庄靖高池鼓励培训中的电竞选手,媒体也询问侯友宜对电竞产业的相关政见,侯友宜说,电竞产业是新北市比较新兴的产业,他从担任副市长时就全力支持,从未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